本赛季德甲联赛 上轮一至一被法兰克福逼平 再往前一轮则是被科隆2比1爆冷击败 这场比赛多特头号射手哈兰德 因伤缺阵无法上场比赛 而多特在缺少哈兰德的情况下 前场进攻并没有很快进入节奏 比赛的转折点在第25分钟到来 埃姆雷詹失去防守位置 在回追时鲁莽放产犯规 裁判果断判罚点球 26岁的尤文图斯就将埃姆雷詹这次 确实过于急躁 他的犯规让多特再次面临开局独立的情况 第26分钟 主罚的瓦曼吉图卡点射将球打进 比分来到1比0 斯图加特课场领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